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关心尼泊特台风的最新动态 早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 它的中心的位置距离台湾已经不到400公里了 它还是维持是一个强烈台风 结构呢 非常的好 如果你从这个微信音图一看 真的是非常完美 那现在来说的话 什么时候暴风圈进行台湾呢 这个就七级风的暴风圈 以现在的速度来看的话 这条路径预估的看 可能是在今天下午 它的这个暴风圈呢 就会碰触到东部的陆地 所以请东半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 那它气象局呢 发布了陆上海上警报 也把全台湾都化成了一个警戒区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 要一定今天全台湾的人都要动起来 做好一些防台的工作 为什么呢 纵使你觉得说往偏南的话 它可能对北部影响不大 但是请大家 这个只是今年第一个 后面还有很多台风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 那另外呢 就是说台风什么时候中心会登陆 由于现在来说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转弯的机会 所以速度呢 是在放慢当中 昨天还有一每小时三十几公里 现在已经降到二十几公里 可能还会降到十几公里的速度 所以越近台湾恐怕会越慢 现在来说的话 气象局预期呢 可能是明天的清晨 或是凌晨的时候登陆 如果晚一点的话就是清晨 那晚一点的话就连带出 它的中心脱离我们台湾西半部的时间 那这个呢可能就会落在 礼拜五的下半天 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 这个我们全台湾呢 都会被这个暴风圈所拢盖住 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 甚至呢完全完全的要脱离的话 可能要到礼拜六的清晨或是上午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 我们看一下这台湾的这个样子 其实它现在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转弯的一个幅度 预期有一个转弯 为什么会转弯 因为这边高压呢 现在已经有稍微往东退的一个趋势 这边呢也有一个高压 所以基本上它就两个中间往北走 所以这是它未来的一个剧本 可是它这样直直走 它要转弯啊 所以现在的速度就在放慢当中 所以未来呢 其实各位看得清楚 其实这个台湾 它的这个走向 你看这边呢 有一些水气开始上来了 原来这边是空空的这个太平洋高压 压着它往这个台湾方向接近 现在来说的话 高压已经有点退了 你看这台湾外围的雨漆 已经到了它的这个北部 所以表示说这个高压 退得还蛮明显明确的 另外呢 这边呢也有一个高压 开始慢慢的一个行程 所以刚好呢 中间这边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预期呢 它台湾会一个慢慢的转弯当中 它过去从西边这样过来 会慢慢慢慢的 有点要朝往北的方式走 但是这个切的角度 或是它的幅度 就有待后续的一个关注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预期它未来的走向 非常一致的往北 这样慢慢一直走 以现在的预测 大概都很友致一同 登陆点呢 可能是在台东跟花莲之间 有的人认为花莲 或是秀顾蓝席 或有的人认为是台东 当然这个都有机会 都是一个变动的空间内 那这样走的话 其实我们的中南部 一定要还是要特别留意 特别是它整个结构呢 是一个墙台 纵使受到地形的破坏 它恐怕会有点滞留的一个 速度会稍微放慢一点点 风雨就会明显增加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比较细致的方式 给大家来看 台风怎么走 台风来说的话 下午的时候慢慢碰出到暴风圈 然后预计呢 到明天深夜 这个中间一圈呢 就代表是台风眼 台风眼 那这个呢 有颜色呢 就代表是雨带 然后一条一条跑的呢 就是风 风怎么走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台风中心什么时候会登陆台湾 就是在明天清晨的时候 当然啦 早一点就是凌晨了 那晚一点就是清晨 所以这个其实变动空间还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样的登陆之下 整个登陆点以北 在花莲 宜兰就要特别注意 那等到这个台风呢 登陆之后呢 其实全台湾都会受到 这个风雨的影响 当然啦 中南部也要特别留意 所以气象局其实对于 我们山区南部的山区 都已经顾到1000毫米左右 900到1000毫米 请大家留意一下 那台风呢 慢慢走走走 预计呢 要到礼拜五的下半天 深夜到礼拜六 整个才会慢慢脱离它的影响 那这个台风 也有一些西南风 不过水气基本上 没有那么的多 应该影响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最后呢 给它一点提示 其实这个台风 是今年第一个台风 不过今天台风还没有到 今年空下沉气流 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扩散很差 扩散不佳 请大家留意一下 午后暴风圈就碰触 东半部的陆地 陆夜暴风圈 就要逐渐笼罩全台了 所以全台一定要特别留意 一定要开始戒备这个台风 请大家用戒身前身的心 来面对这个台风 好